噴上紅色巧克力粉 再加上巧克力雕花片 精緻甜點完美呈現 但這間甜點工作室樓下 竟然不是熱鬧商圈 反而是一家診所 裡頭還有不少民眾 是在排隊等看診 要來拿你的甜點喔 診所掛號台都要變成詢問台 不少民眾慕名前來 卻被眼前是診所的場景 搞得一頭霧水 詢問他們的粉絲頁 他知道真的是在這個診所的樓上 原來甜點的師父吳廷淮 是來自於醫生世家 爸爸和爺爺都是醫生 但他選擇到法國名校學做甜點 在國外待了七年 回到家鄉創業的起始點 是在爸爸的診所樓上 開甜點工作室 特巡是整個台灣 所以說我們想說 大家應該都會宅配的 所以說我們就沒有弄招牌出來 另外這間咖啡廳 也是隱身在住家二樓 他是店長小軒 不管是磨豆子 打奶泡 還是拉花 動作熟練完全難不倒他 這些都是和爸爸學的 一邊煮咖啡一邊教女兒 廖爸爸知道女兒對咖啡有興趣 自己先跑去上咖啡課 再把秘訣傳授給女兒 婦女倆一起經營咖啡店 愛女心切的廖爸爸 只要看到女兒開心的投入其中 就心滿意足 他也很有興趣 現在能夠獨葬一面 超高興的 一個是在家裡賣咖啡 另一個是在診所賣甜點 不管是正統法式甜點 還是充滿父愛的手沖咖啡 背後故事都讓商品增添不少風味 記得廖文斌雲林報導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